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图娘的频道 我是兔兔 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妈妈的家庭形态 跟其他的家庭有哪些不同 养了恭喜现在快一年吗 随着她月龄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开始会带她去上其他的课程 我们有接触到其他同志家庭 以及其他异性的家庭 反正各式各样的不同家庭形态之后 我们观察到两个妈妈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整理了一些项目来分享给大家 很多时候也有些人会说 你们这样两个女生可以吗 我们今天就是来分享 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形态 然后已经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好的第一点 我们其实觉得两个妈妈不论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一起帮忙彼此 其中一个很常遇到的是 像比如说外出 你带小孩外出厕所 只有分男厕女厕 各自有娘母台 并没有无障碍或者是无性别厕所的时候 两个女生的好处就是 两个人可以一起进女厕 在她月龄还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两个人好像比较安心 那她月龄大一点开始会翻身 不好好换尿布的时候 两个人就是 又一个人可以分身她注意 一个人可以换尿布 我觉得这样差很多 因为有时候你出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会手忙脚的 觉得两只手好像不太够的时候 两个人就四只手很好用 一男一女的家长的话 这是一定的限制 只有一个家长可以带一个小孩 去其中一个厕所 我觉得如果有无障碍厕所 或无性别厕所 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一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有发现说 多了一个思考逻辑跟自己非常相似的队友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先天性 男女有别的地方 看待问题的时候 女生就像闺蜜一样 你可以想象成闺蜜那种感觉 你讲一个点 闺蜜就完全让人在气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为什么这么介意 然后为什么男生觉得 蛤这算是一个问题吗 男生有时候觉得这个没什么 有点像是双方对问题的认知 很多时候好像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要先花时间去 厘清问题 然后确认彼此 在理解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解决问题 但往往在这件事情 厘清问题的时候 就会花了非常多时间 又或者是 你以为对方跟你在意的点是一样 然后就OK 大家都好去执行 然后发现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好处是 思考逻辑很一致 我有发现像我们两个 至少在育儿这一块 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反而比较需要沟通 但是在育儿这一块 我们是已经呈现 很多时候不需要言语 就是一个眼神 我们都有眼神沟通 各自就去做各自的事情 比如说就是一个眼神 你看我看到他那个行为吗 有 我看到我什么都看到 怎么这么 不行 这样讲小孩 这有点过分 我等一下会做一个什么方式 我用眼神告诉他说 我等一下做这个 他就会说OK 我可以打 我看你做 我会接响 就类似这种 或是另外一个就是 欸 他要睡觉了 眼神收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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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那个小孩旁边 谁就负责陪他睡午觉 另外一个人就会捏手捏脚 把该关的门啊 狗啊 猫啊 带离到客厅 把区域区隔开来 比较不会吵到小孩 一定会有一个人知道 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不用沟通这样子 甚至有一次是 你应该差不多时间要进来找我 然后我跟恭喜在一起 然后我心里就有担心说 你应该不会就是 以正常的声音走进来 冲刺 或是以正常关门的那种 大小声去关门吧 我是在担心 可是我也不想传讯息给你 因为我好像知道 你手机不在身边或什么 反正我就是知道 传讯息现在是没有用的 所以就是一切只能堵了 然后你就也是 非常适向 就是捏手捏脚的 看他一步要睡着 然后你就会要捏脚走出去 不管要找什么事情 都等一下再说 对 我觉得我们在育儿方面 真的是默契 满点的那一种 夸张的吉佳这样 两个妈妈就是 观察力就是很容易观察 类似的事情 但切脚可能会稍微不一样 一样跟刚刚那个有点类似 只是变成讲出来说 我观察到什么事 我也有看到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有 制定出一些策略 不管是发现恭喜 有兴趣的项目 针对这一点去让他 尝试更多更广更深的之外 也只有其他的 比如说他如果再继续这样的话 我们的应对措施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在育儿方面 是非常合作很密切 方向很一致 炮火非常一致的状态 我其实有发现 像我们这样两个妈妈的家庭 很容易合作超密切 光陪他睡觉好了 我们两个就很容易 一直交错的去完成 就是我们有观察到异性家庭比较常是 一个人完成一个大项目 对大项目 OK现在我照顾小孩 另外一个人就去做其他没有小孩的事情 做完之后可能再交换 我们有观察到其他也是同事家庭 尤其是妈妈们的那种方式 都比较像是一件事情 两个人可以快速的交叉 马上球丢给你就接 马上就丢给我去接 两个人都完全接得住 也不需要特别沟通说 你现在做到哪里 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我要一次完成一个大项目 我好像会比较累 我好像需要这样子一直交替 你是小朋友吗 他也是小朋友 我觉得他也很喜欢这样一直交替 他喜欢 光陪他玩好 两个人就要一直交替 我们家小孩比较容易你 当你跟他玩的时候 开始感觉到他兴趣下降的时候 换一个人玩 兴趣程度的拉高 有时候这种适度的交换 我觉得还不错 反正我们两个很爱一直交换 一直交替 我们观察到的 没有说全部 异性家庭的妈妈 感觉都很强 就像一个人有四只手臂一样 一条龙的hold到底 就例如说上课的时候 看到人家妈妈 状态就是很俐落 我也很俐落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很糟 真的是感觉四只手的感觉 我们就是合作无间的四只手 其他妈妈是一个人长出四只手 唯一有觉得 好像其他妈妈有投以一个 蛮羡慕的眼光角说 默契很好 你们有两个人可以这样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可是其实我也觉得他们 接球都接得很主 这个有时候跟人性有关 先撇开育儿 你会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今天你一个 因为有什么状况 你要把某件事情丢给 其他人做的时候 人家方法跟你不一样 你怎么这样做 你这样笨手笨脚的 还是我来好了 929这就是一个人扛下所有 育儿其实也类似这样 要放宽形 制度的交给另一半 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 请不要吝声按下订阅 大小的举动 大大的帮助 订阅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刻板印象 对于两个妈妈 比较多你们家没有男性家长的这个状态 刻板印象 其实很多事情就环绕在家里没有男生的家长 这样子 典型见到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 哦 那小孩子没有爸爸 我先说 姨姨现在目前恭喜快要一岁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从来没有遇到有人问我们 关于小孩子爸爸的问题 他爸是外国人吗 爸爸哪里人都不会有人问 不会有人问起他的爸爸 只会觉得 OK这个小孩很可爱 想要称赞小孩就是称赞小孩 他不会因为称赞小孩就说 哦 想很可爱 看起来是混血人 混哪里的啊 爸爸是哪里 就都没有 但如果这个这样的问题 恭喜以后未来问的话 我们的回答就会是跟他解释 每一个人的家庭形态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两个妈妈 有的人两个爸爸 有的人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或者是只有一个爸爸 或一个妈妈 甚至是只有爷爷奶奶照顾他 每个人家庭心态不一样而已 对 就是好好跟小孩解释 有什么困难的啦 他有一些刻板印象是说 小孩子五岁的时候 男女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生儿子就是让爸爸带去上厕所 生女儿就是妈妈带去上厕所 尤其就是小孩比较大 尴尬的年纪 小男生应该要上女侧 还是上男侧这个问题 先从家里开始 让他知道找马桶 马桶怎么使用 五岁其实已经在上幼稚园了嘛 五岁在上学的时候 同侪之间的互相影响 小朋友的学习历史很强的 不太担心 如果未来这种遇到 真的很困难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 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这个可能要后面点 才有办法真实的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有讲到刻板印象 因为刚好说到 没有男生家长这件事情 会提到很多 关于大家对男性 或是对爸爸的刻板印象 所以我们上网找到的 男生助理比较好 女生是文科比较好 那我其实觉得这个蛮有学 这是刻板印象威胁的一个理论 这个实验是在说考试之前 老师对全班的学生说 等一下是数学考试 女生数学比较不好 男生数学比较好 这样子的预告 其实会影响到结果 通常考出来的成绩 女生的成绩真的就比较差 这就是刻板印象威胁 数理跟文科的话 你数理就蛮好的啊 因为我爸小时候 从小就跟我说 你是我的女儿 你数学一定很好 然后我数学就很好了 考大学有顶标的那一种 真的数学很好 甚至是刻板印象威胁的反例 我反正文科也蛮不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 刚好各司其之 我还刚好文科不好勒 你们都两个女生谁开车 我们两个都会开车 我们两个都有驾照 我也很不喜欢看到什么 又有三宝 就说那个驾驶一定是女生 即便你都没有看到别人 是什么性别 像我都会说 驾驶在用手机是不是 我就不会讲男女 我只会讲他在用手机 有一次他经过人家的时候 他就说你看他用手机 我说真的 不明其妙 这也跟男女没有关系 就是想表达这件事情 开车我们两个人都会 而且他开车技术很好 很多人称赞 男性女性都称赞 然后再来就是关于路痴这个问题 我觉得路痴分两种 一种是你看故宫妹可以解决的 那个我觉得那不算路痴 那只是路况不熟而已 另外一种是连故宫妹都不太会看的 那个真的就是有吃到 大部分我也觉得 就是男性比较会认路 然后女生比较不会认路 其实跟开车可能有关系 驾驶是谁 驾驶就要知道路 久了他就会认路 有道理 造成了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路痴是天生的 好像这个真的也很没有很关男女 我爸爸就是比较不会认路 但我妈很会认路那一种 那我是很会认路的那一种 我会问他说我等一下怎么开 他就跟我说往西 我真的是 你怎么就告诉我前面一条路右转 事情是这样子 前面条路要右转跟左转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都可以 你从那个出口出来之后 你可能已经往东 所以你现在目标就是要往后 那你左转或右转都可以 就是 那你偏偏就问我说 我现在要往哪里 我就跟你说往西要往后面 我会这样讲 我们很常高速公共从台北往林口方向 走到一号的时候 他就说 你不觉得高速公共很有趣吗 我们其实不是往南 但他都说往南 对 因为按照你们这种往东往西的方向 大家都不知道地方在哪里 台北到林口是往南 但其实以真正地图 我其实是在往西走 好 接下来是 这是网路上的 普遍会觉得男生要勇敢 主动跟果断 哦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果断 以及很勇敢的女生 男生也可以思考很久就寡断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关系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节奏 我是跟性别没有关系 有时候两个妈妈的家庭 反而可以模糊掉刻板印象 反倒是其他一些家庭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辛苦 比如说你们家怎么是 爸爸在带小孩妈妈出去上班 之类的 反而会有一种先鱼先鱼 有可能妈妈很想开车 哦 don't don't do that 有可能妈妈想开车 也不是一定要说谁开车特别好 他可能妈妈想开车啊 但我觉得刻板印象在我们家 真的是很模糊掉 那我觉得有好处 家里比较没有什么事情是 爸爸该做或妈妈该做 对于恭喜来看就是 家庭就是要做这么多事情 就是家长就是要做这些事 比较不会就是有些小孩 或者是那种很传统 或刻板印象特别重的家庭 给小孩灌输的就是 啊这些事情就是男生做 这些事情就是女生做 那如果这个小孩是男生 他就觉得我只要做爸爸做的事情 就好了 那妈妈做的事情我完全不管 这样其实好像也不是到非常合适 我们家的好处就是 恭喜就可以接触到 OK这些事情 因为尤其我们都一直这样轮流做 他就觉得 OK这应该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我就是一个非常反骨的人 我爸妈其实一直灌输我们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男生应该或是女生应该 这样很棒耶 真的我爸妈是这样子 当你离开你自己家庭 假如说去到更大的家庭 例如说我其他亲戚家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一些言论 然后让我不舒服 女孩子就是应该要洗碗啊 对叫去洗碗 我就觉得 所以我那个洗碗洗得 让我非常的不愉快 两个妈妈家庭真的 比较受影响 但是我觉得 可以有其他替代方式的就是 因为女生力气真的比较小 对这是咸天性的构造不同 你很常在外面看到 爸爸扛什么东西 轻轻松松就扛起来 这些东西我们就变成说 可能是要先把 公室安置好 我们再两个人一起做这件事情 还是有一点点影响 但我觉得可以解决 比较复杂 来挑战一个食事题 跟厕所也是有关系 其实最近在 threat上面非常多人讨论 带去男厕或女厕的问题 游泳的时候 五岁大的小男生 妈妈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女更衣间 使其他的女性感到不舒服 这个小孩已经是大小孩了 我们以后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五岁以后 我就不能再带恭喜到女厕 他要自己去上厕所 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点压力 因为我没有提前去感受到这个问题 就我希望第一个就是 无障碍厕所或无性别厕所的 真摄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 如果只是纯换衣服 没有要上厕所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大浴巾 便稀式的更衣间 有那种可以折成一个圆圆的 让小孩在里面 他就不见得真的要进到更衣间 我们就是在那里看 小孩在外面画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流进去画 这是一种方法 上厕所的话 确认他可以 我们就在外面等他 就是想办法克服 我们认为两个家长有共识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这不是结论吗 对啊 这不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形态 两个妈妈 两个爸爸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对于家庭的影响 我觉得重点其实不是性别 是两个家长的共识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 那每个人家庭 共处磨合的状况也不一样嘛 那我觉得能够找到 最适合自己家庭的运作方式 我觉得才是重点 当然还是有不一样 可是一样的永远都是 希望整个家庭运作的良好这样子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想要说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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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